好,上禮拜那個我們講到一些運動學生的名字,對不對? 然後呢,其實我昨天有在那個自然課程的標誌上,我勾一個 有人把他的高中的獎金,筆記再獎出來 好,你看一下,然後後來他其實建議要用這個CLEAR的軟體APP 他有IOS的版本和那個insure的版本 我看一下不錯,他就是全國,啊 基本上全國的同學,他們去把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他的筆記分享出來,所以你覺得如果沒有一些不錯的一些筆記 你也可以分享上去,那別的寫的齁,先觀摩一下人家怎麼寫他的筆記 那他做的同樣,那你可以找一個好的筆記參考 對 好,那你在做的時候,其實早上我看到這個教授拿一個獎一來看 那蔣醫師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蔣醫有時候通常是一個重點的整理 他們有解釋拿一個筆記 他就沒有解釋很清楚,知道嗎?你看,你看,你看 我待在的時候有點急,那我現在高二啦,高三啦,我準備考學測,我怎麼樣 可是真的學習,沒有那個簡單的,學習一定是按部就幫你學習 你越急,像以前,你知道,那個考試起來,趕快去買一個考前三個月的 考前三個月沒有租,好,買那個考前一個月充次的 那不行,就買考前一個禮拜充次的 那你想想人家讀三點的東西,你不可能一個月或一個禮拜充完的 你盡量去多投入,去理解他,你去理解他就是你被子的 你沒有去理解他,他就跟我們整理,沒有什麼緣分 一定要記得去理解他,到底課本在講什麼 或者這個東西在講什麼,好不好? 我們剛剛講的位置,度定長,指點,位移,沒有問題吧? 對,位租長,五二十五 十五度也沒有,非常好,肢體力非常好 你要記得,在課本上我講過,你可以隨時用鉛筆上去煮雞 這個本還不錯,它兩邊都有一個關注 事實上是不讓你做出肌肉的 你可以把自己學一學,有什麼需要參考的東西把它寫上去 那是一個不錯的做法,就直接寫在課本上面 那你自己寫的東西是最提醒你自己最有用的方法的 看別人筆記參考,但是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 在讀的時候自己做筆記,筆記不見得就是說 我在課堂上的講話寫下來,而是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有任何的收穫,任何的理解,就把它寫下來 那是你的筆記 重點是要做自己的筆記,好不好 然後速度 上一半就講的速度,我們現在 速度講完 這是第一組講的 第一組講,速度加速度 速度講好了 速度跟速度也知道,差別 好,接下來第二組講 第三組講,執行運動 這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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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 這個誰? 這個完全沒有? 好 塑膠 好 柔子 就是紫紅嘛 8字 對不對 8字 對不對 然後第二組是 沒有 繞中 三字紫紅 第三個是 融圈 是結 為什麼沒有跟我說 串下再可以一組 沒關係 好 如果是這麼小 那我再選好 那是偏好 來第二組講講看 心運動在講什麼 心運動在講什麼 心運動 就是在講 然後 一圍 平面上的一個 應該說二圍才是一個體驗 一圍它有線 然後就這樣 一線的平面 那其他就很平面 就是 那後面他又給一個 這個可以理解的一個體驗 體驗 體驗 他 可以給你速度 然後讓你知道 你給你時間 然後換 時間和速度 然後如果聽到他的運動動態 時間 對 時間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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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知道他的速度 對 每個運動動態 然後大家可以同時 你這樣 假裝就是水平 一線的話 你再有它就是 整體驗的速度 哪一個的速度 哪一個的速度 呃 其實像 2-9的 這四個都會 整體驗的速度 整體驗的 看速度 距離和距離和時間的關係 然後再劃 距離和時間的關係 好,那其他同學嗎? 不懂嗎? 不懂嗎? 好,我們先看一下 好,我們先看一下 他好像有些是比較普遍的 我現在要回應 你說,因為我覺得怎麼會有 對 好,你知道他哪裡不一樣嗎? 2-9和2-10的情況 不要說 2-4和2-9都不一樣 2-9它基本上它不會上下距 它就是往一個方向,就是一個方向 好,那就代表它是一直加 就代表它是維持一樣的狀態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 你隨便把它區分 我把它踢的這個寬度挖成了兩個 對 那其實它的,它線條的斜率是一樣的 超好會 可是你如果是把2-10的譜 做切割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斜率是不一樣的 不,它其實不一定一樣 那斜率它不一樣就代表 它其實它的 它的變化量是不一樣的 對 變化量不一樣代表它是整加 或是 負的本加速度 你比較穩定 喔 對 整負的速度 它的變化量是怎樣 只是變化量是一樣的 它不為0 變化量也為0 然後 可以是 往後來 可以看 這樣速度的 有時候會變得比較少 整加速度變成本速度一樣 對 正如昌像 只要是 代表的同學 你為什麼要看上 越來自的那個 像這樣 這樣 所以它就 再是第一組 它又代表的同學 然後它就 旁邊呢 它就三分字 好 那位同學 這邊 目前沒有猜疑他們討論的同學 你知道他們在講什麼嗎 我是 指東的 設議 所以機械的聲音蠻大聲的 不是真的唱好笑的聲音 好像在唱歌一樣 OK 那你聽剛剛成語跟冠語在對宣語解釋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聽得懂 讓他就問 沒有聽懂 或是沒在聽 有在聽嗎 對 你聽到他說的什麼 你都懂得聽到 想一下齁 S基圖 可不是S基圖 位置啊 我們通常講位置 位置的話代表這兩個點之間的差異 對不對 位置他在這個時候在某點上 因為這是一條線 成語開始講 一開始講一圍 然後一條平面 那是你出外 那趕快拉回來 一圍就是一條線 他講是一條線上的運動 一條線上的運動比較常看到的 比較準的一條線運動齁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一條線的運動齁 否則你要在別的地方創造一條線的運動 一直線的運動真的很難 很困難 因為要推出一個一直線的運動 並不是那麼容易齁 我會找到一些旁邊的徹底的運動 但是 最平一點就是這樣 是由落體的方式 他就是直線運動 好 對方這樣直線運動 我們這邊中間運動 我們這邊中間運動 中間運動我們這邊有一點複速之類的 所以他不一定是直線運動 為什麼 你有解他一點複速 他在後面有熱腿 只差一個 他怎麼證明他 我幫你 我幫你 不幫你 我幫你 我覺得到時候運動 有一些人 有能力在感受 有能力在感受 對 那我會把你那個動作在哪 那個細小的動作在哪 那我會把 打壓空的是啊 我的手 OK 有可能是風 有可能是我的手 那你怎麼證明他 不是直線運動 有沒有攝影可以調節 啊對嘛 我們可能後面都做個參考線 我等一下放下來的時候 用攝影機拍 你就知道它直直去領導 OK 但是你從紅哥高點把它推下來 看它落點已經不一樣了 落點 OK 這是個方法 就是你這邊給它掉一掉的時候呢 你看它地上的落點 對不對 那第二次再做一次 落點在那麼點上 可是又變那麼一樣 嗯 如果不一樣就是有個車裡面 如果是這樣的想法 算出它應該會掉多久 然後再去測它會掉多久 你這東西不見得代表它不是直線運動 你只能證明說它有主力 它主力是跟運動觀想同樣的主力 那事實上它只有主力啊 因為主力嘛 所以理論值跟實際上只反規一樣 但是它是不是直線運動 並不會因為你說我算出來的時間不一樣 它是直線運動 但是你再地上畫個點一下 所以我現在 給我第一次落下那個點 我再拿起來 第二次落下來 再同一個點 我當然前提還在同一個點放下 我都可以知道我這是直線運動 基本上幾次 同步是直線運動 都要同點上畫 所以也就是直線運動 OK 但是我們現在不討論那麼細微的變化 我們是假設它的直線運動 實際上看到的就是 基本上是直線運動 沒有什麼 我假設沒有給它側方向的力的動 放下來就是直線運動 好 那位置跟地圖 陳運剛剛講的 假設我們看到是這樣的線 像是直線運動 等速度會加速度 軟勾走 我假設速度 簡單來講就是切割好幾個線段 我們來看看這個線段 這個時間差 假設T1 T2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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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再加上它的方向這邊 等速度運動 所以你可以讓它的V地圖 應該怎麼畫 是不是一條線 好 這樣沒問題吧 那我們如果等加速度的話呢 就會不太一樣了 我們等一下解釋會從幾個面向 我們剛剛先從物理的角度看 等加速你可以知道速度越來越快 速度越來越快 速度越來越快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從時間上來看 好 這邊 它到這邊 它是不是所走的距離是這個距離 是 接不接受 V地圖上所有的面積 所交出來的面積就是它所走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它走了這麼段一個距離 它就走了這一段的時候呢 就做一個距離 那這距離比原來的還多對不對 距離比原來還多 假設原來走那麼多 我們現在可能走那麼多 接下來的面積又更大了 是不是走的距離越大 同樣的單位時間 它所走的距離越來越多 是不是走的距離又越來越多了 所以如果把它畫起來呢 這條線可能是那個樣子 好 就是一個有幅度的 那如果以數學上的角度來講話 這叫做有幅度的線 通常叫什麼 我們有學過的 蛤 二次曲線 二次曲線 對不對 二次的曲線 二次曲線就是 對 八部線 對 八部線 那是它八部線的頂點在這裡 它叫等加二次 等加 我們來看一下 二次函數的 二次函數的 方能是怎麼寫 二次函數的 二次函數的 再加幾C 記得吧 這麼巧數 C 好 這個函數 我們如果希望它頂點在0的時候 來 下面不見了 C C不見了 這C不見了 C不見了 這時候X帶點的時候 Y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函數固形是不是等於 AX平方加X 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獅子 B1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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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它接什麼 V V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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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0 V0就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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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2分之1 A 就是我們這邊的A 所以這是一個 超物線 這是超物線 對不對 這邊從數學的角度解釋 這個函數不形 這邊是物理的 運動的數學 這個數字0 對不對 V跟C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 可以得到一個對照 得到一個對照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學的東西 你們為什麼能在活動後期 開始要學二次函數 因為你在學物理的時候不是用不到 OK 這樣問題 就二次函數有幾種 第一個是 向上的拋物線 對不對 那他們還有向下的拋物線啊 向下的拋物線 現在拋物線的話 除了這個SD組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就這一點 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說這一點是看到什麼 這部運動 這種運動是什麼樣的 什麼形狀會是什麼運動 向上丟一個中氣上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向上丟 拉彈簧之後 拉彈簧之後 拉彈簧 好 向上丟應該不會長這樣 那一樣 因為拉彈簧的時候 他的速度是變加速度 彈簧的力不是等力 我們這個受力是 這個丟石頭上去再掉下來 你受的力都是地心力 對不對 地心力會不會因為你的高度變化改變 對 對 那那個D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因為你的位置 你的加速度被改變 不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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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喔 在這個地方 A是固定的 所以這A代表的是中力加速 對不對 可是剛剛 指虹講 用彈簧不一樣喔 彈簧拉起來就放回去 彈簧所受的力跟誰有關 跟拉長有關 拉長那個點的關 你拉長多少距離 伸長在PX 是不是手受力會大 你手受力會大 我們知道F等於 MA 你手受力會大 A是變大 這個A就是這個加速度 所以你在這邊 這個A就是一個變量 懂我意思嗎 它是隨時間在改變的量 所以這個函數就不會是23 所以 那彈簧的做法是 是一個更複雜的一個狀況 不能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這個簡單講 如果東西泡上去的時候 不會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向下的時候 應該是越來越快 對 是越來越快啊 加速度 它的線大概是開口的 那你 開口的上面 不是 我說它下來的時候 的那個開口 什麼樣下來的時候 開口的上面 對 它應該是這樣 這個 那個 語言的內部是從 對 好 等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灌簧堂 這樣子的一個開口 下來的時候 隨著時間 越 越 久 它是這樣嗎 這樣的話是速度越來越快 是不是越來越慢 對嘛 越來越慢對不對 好 這樣子越來越慢喔 你下來的時候速度越來越快 一定是這個樣子啊 哪裡 這邊道負貿越是越來越巨 weten 那那個斜簧槍是無限大 是負責無限大 對吧 而且剛才我這樣我問 剛剛其實公佳應該應該是不是要 牠的語言 應該是 abduct τουςous 然後有時候看那個 那個 每次他往上排的 支度會比較越滿 不知道他那個 這樣支度越來越慢了 這樣支度越來越慢了 鞋圓就是越來越慢了 越來越慢了 懂不懂 這是越來越慢 對 懂得了 我們來看邪律嘛 我們這次最簡單的看邪律就好了 我們要等分之後呢 每個點上我們一點上的邪律 這一點 邪律這麼大 這一點邪律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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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邪律越來越小 代表什麼 速度越來越慢 就這樣子 OK 可以接受嗎 這是不是跟我們 現實生模上看的現象幾乎一樣的 沒有問題 所以 2-10的圖 2-10的 第一圖 第二圖 都沒有問題 這個兩個圖 事實上就是 我們所得到的 就是你的A 如果AB圖來看的話 他就很加速度的圖 很加速度的圖 OK 有沒有問題 等加速度 好 等加速的話 我們通常看的是他的方向 到底是大於0呢 還是小於0 那這部分跟你的叮咚方向有關 假設呢 你看喔 往上拋 掉下來 這個圖形 如果是這個圖形的話 我們是以哪邊為正 以上面為正 對不對 所以他高度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但是高度越來越滿 高度越來越滿 所以在這個點上呢 他是位置越來越往上移 移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他到最高點了 他在往下掉 如果這樣不好的話呢 我的加速度應該是這一條線 還是這一條線 還是這一條線 都有 都有 如果拋上去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蛤 加速度跟誰有關 加速度跟這個有關嗎 加速度跟這個有關嗎 所以你來越來越慢 是不是 我自己給的力很大 我給的力不用很大 我給的力只有我給一張 我只要給一張 我只要給一張 對阿 是這個吧 有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看起來只有指龍在回應我 現在都一片沉疾了 欸 欸 他講一種要講壞 那為什麼會有變化呢 速度有變化沒有 9,9,9,9會變越慢 那加速度有變 加速度會變嗎 我们跟你讲加速力是G对不对 加速力是G没有错 加速力在这边运动中 真的运行不强弯吗 不是吗 我们就拿自由落铁这个时间来看不到 我向上抛 跟向下掉 XD如正乎它很容易 所以可是你这样给的怎么样 怎么可能弄我 你只有给一个力 然后又给一个 你不用往我往上推这个力 因为它 我们现在是考虑的是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 我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 可是你给它一个力 所以它才能不算少 我需要给它一个出处啊 我需要给它一个出处啊 我没有给这种给出处 但是我考虑我给的这个力 我只考虑说 我只考虑这个分比 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 懂我意思吗 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 我会开始跨过 前面我施力的这过程 你不要管它 懂你意思吗 我前面施力的过程你不要管它 因为这个力本来是有施力 但是在这部分 我们并没有统计它 也没有弃算它 我从这个点开始施力 施到这边施多少力 你不知道 那它怎么可能会向上 所以我前面施了力嘛 我们是考虑 一般来讲 我们在考虑一个现象 考虑说 你现在看到它 正在飞 你可以考虑它 前面已经有收到原理 没有力 不过前面已经有什么状态 因为它的张固度 不是被转变的 它就 它是说 加速度的很合了 对啊 我现在在施力给它的时候 它得到在这个向上 我刚才没有做 但是它 被我这个手 挡住的那一刹那 我这手没有给它加速度 没有 就没有 所以我刚才准备的时候 它是幻性 那个不就加速度了 它是原 你不能说它的幻性 它事实上是呈现原来 事实上是 是等速度运动 不是等速度运动 它是夹了运动 在那一瞬间 它是有初速的运动 它有速度 它的速度 会被 必须你给了加速度 它是抵消 然后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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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幾個粒 B星D 我們就不考慮控制於B星D 所以它只剩B星D只有 這B星D的中立是項項 所以它所給的項項是項項 項項 所以它只有這個項項 所以它的AD圖 是這個AD圖才對 是在負值 所以這個圖來講 然後你會有這個項項 什麼 這條是項項 我們要畫 這個你要有個強化 我們各位一般在講畫坐標 走一畫 這條線都代表項項項 喔 這是坐標 那你剛剛要畫什麼 我慢慢來講坐標 你看這是一個 假設這是ST ST 圖 這個坐標一定是代表 位置0 這個線上就是T連代表T為0 好不好 OK 好 還記得你這個學做坐標 然後會有T 就是另外的地方 會把大家做什麼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圖 我沒有畫出VT圖 請問它VT圖長怎麼樣 怎樣 VT圖長怎麼樣 就 就 從輸出之後開始 永遠上下 再講一遍 從輸出開始 之後上下也一樣 OK 這樣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會不會改變 不會 不會改變 你看它的邪語 這邪語代表什麼 VT圖的邪語代表什麼 數字到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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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圖的上下 ST圖的邪力代表什麼 數度 數度 那VT圖的邪力代表什麼 數度 數度 對 因為你從這邊切 加速度裡面會是一樣 對 加速度也不一樣 對 所以每個加速都自己都做同的邪率 對 對 所以它差別就只有方向而已 對 什麼意思 我剛剛說它差別這個方向 你說不是 什麼叫差別這個方向 是 沒 你剛剛就講上面的還是下面的 你就這邊跟這邊啊 對啊 它沒有方向 它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它的邪力都是一樣的啊 它的邪力都是一樣的 它的速度方向都是 速度 這代表速度的值對不對 這邊代表速度的值對不對 速度是越來越小沒有錯 速度越來越小 哦 速度越來越小 當然到 你小過0之後 它方向的改變沒有錯啊 你速度小過0之後 方向的改變沒有錯 但是我這邊剛剛問的問題說 這個邪力代表什麼 這邪力不代表方向的改變 這邪力代表是加速大角 同不同意 而且也已經照顧你 它的加速方向 因為邪力是負的 所以加速往負的方向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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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單位 就是 ST的邪力代表的是速度 輸出的邪力代表是加速度 所以你看 紅色的圖上來看 那邪力輸出的 順便是否驗證到了 剛剛講的A力圖 那個加速在下面 或在上面 懂不懂也 OK 那我們就稍微出個小小的 問題好了 有個東西啊 在桌上滑動 那這滑動是有摩擦力的 有 這個摩擦力跟誰有關 跟某個材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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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貐質有關 還有正向力 對不對 跟我運動的是不是有關 沒有 有 有 有關嗎 為什麼有關 因為你有給他祝福啊 所以 會有很大 等一下 摩擦力跟 對 應該說 不是不是 應該說 要說有關是因為 當他突破一定數 因為他開始移動之後 開始移動之後 對 他只要開始移動之後 他突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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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 摩擦力跟他開始移動之後 他開始移動之後 他開始移動之後 你直接動牛叉對不對 我們在學摩擦力的時候 有一個叫 一個叫進摩擦 一個叫動摩擦 你這樣突破 你突破進摩擦之後 他就動摩擦 動摩擦 他系數是動摩擦系數 動摩擦系數 他的主力還是跟正向影響的關聯 他沒有跟速度相同 你的速度沒有關係 可是速度跟你施的力有關 速度跟什麼力有關 所以你吹他的程度 我現在已經不考慮吹他的影響 我現在看起來動了嘛 哦 推他然後放開 對不對 我推他然後手放開 我推他 手放開 所以我們至少要手放開之後的狀態 我前面推他就突破 所以他一直在移動對不對 他就受到一個力 什麼力 摩擦力 摩擦力會改變大將 不會 摩擦力因為他跟送上力戰關係 他不會改變大將 希望他的SD組跟VD組 他有AD組 像什麼樣子 這怎樣 加點 加點 這沒有 有啊 有加點 SD組 VD組 AD組 對 上去畫啦 先畫了 對 趕快上去畫 這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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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上去喔 來 上去畫 快點 來 一個小題 兩小點 衝成速度嗎 什麼 可以啊 速度啊 加速度啊 加速度啊 你常常手機看也就是 對 對對對 不管不要 也許不是手機啊 就我推過去 然後 然後 持續施力 沒有持續施力 沒有持續施力 我就放開了 就從我放開的那以上 他開始看他的SD組 他有VD組 還有AD組 快點 AT組 S嗎 上來 S嗎 S加速度嘛 喔 我都不上嗎 真的啊 欸 欸 沒有人要上啊 沒有人要上啊 對對對 我們試試看 剛不機會也做不做過啊 快過了 快過了 五分鐘 哇 都會OK啊 你點多少分多少 等到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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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3分之一點 一個小筆 兩腳點 這個點是大方重的 好 看有沒有3分比克 得快啊 沒有沒有沒有 只有3分以下 我看機器是 8 分鐘 我都轉了穿鞋子 我的手機一出現50分鐘就結束了 你太快了 想要挖個鞋子線打直 這不是這樣 弄畫鞋子線 不要客氣 上 49分了 剩一分鐘了 弄畫鞋子線 AV圖應該也弄畫鞋子 45分了 對 對 我只能看畫鞋子線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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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秒 10秒 10秒 9秒 10秒 10秒 因為它是大速度,它就比較少了 有沒有要修正的? 拉! 有沒有要修正的? 如果就... 意境來講的話,你們覺得誰比較正確? 喔! 是不是紅,就紅線? 紅線比較正確嗎? 談到白線都沒有對的嗎? 有啊! 白線VT是對的嗎? 感覺要是這樣子喔? 我如果硬要說,紅線有錯,紅線有錯在哪裡? 硬要說... 硬要說他有錯的話? XC哪裡錯? 因為我們只是討論他的運動狀態,他體的就是沒有速度 他沒有速度,他不應該出現在那個肚子上 後面那個水瓶的那一段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啊! 他就是沒有移動嗎? 對啊!是外移又不是速度 應該是位置的,你知道嗎? 所以... 對啊! 那是門導的外移 不過硬要說啦! 其實它是可以背接收,它這樣算對 但是硬要說錯的話,都錯兩個地方 XD說的有點接近地的地方 第一個 你既然要晃呢,一定要對齊啊 對不對? 你的時間走 你這邊還在跑,為什麼這邊不能往幹嘛? 喔! 對不對? 我說對不對嗎? 是不是這樣? 我以為三個圖是分不太快 你三個圖分開,這三個圖是分不太快 你三個圖分開,這三個圖分開 這什麼關係? 你既然要往後跨 你剛剛跟陳玉講 這已經起了嗎? 他一直都在這個點上啊 同不同意 同意嗎? 既然都同一個點上 那是不是同的,要不是去坐這裡? 是不是? 你的時間主要對齊喔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好,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會速度歸零的時候 這邊加速度會歸零 對,加速度歸零 這邊沒有加速度,加速度會歸零 加速度會歸零 這邊沒有加速度,加速度會歸零 所以這很重要 而且在這裡 是在這個點上 加速度會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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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同意思嗎? 好 好 同意思 好 那就 冠元加四點這樣 沒有 沒有,我只有扣這個加速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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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邊是零 它不能再往下拉,對不對 但時間很短 然後 然後 欸 欸 石銅加兩點 那你就沒加速度 太差了吧 那個顏色會快退工了 顏色會快退工了 你還在看電視啊 他在看電視啊 他在看電視啊 要不要拿包米花啦 不可以啦 要拿可樂給我 你不知道 拿可樂給我 想太多了 好 我十點了 十點了 所以我們來看那個 持心運動 大家上次這樣 沒問題 一問題嗎 沒有問題 所以第三組 麻煩一下 音樂運動也是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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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其他組 字節 龍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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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四樓 四樓 穩越軒 會吸引我的目光 唉呦 還要吸引我的底子 所以我的手 過了 對 對 你看 受到那些日常的移動是不會有些改變的一些運動 那這個跟時間動不一樣 會不會在一起的話 沒有 那 受到後面加速的效果 受到後面加速的效果 會不會在一起 然後 示範 起動 好 陰波 要比喻 怎麼是 好 來,這药仔褒很種 很多分的 有種 裡面很多分的 有種 還有 这边有讲到,都跟重力的一遍 好,好久 没有讲到准备运动的精髓 讲到精髓就很好了 第三语讲没有加点,别人讲很加点 第三语没有讲完扣点好不好 没有够点 你都记得我讲到不关键 没办法啊 好快点 其他人讲出来加两点 第一三组讲的话加一点 运动方向是什么 运动方向可以改变 这是精神吗 我长得很精神 我长得很精神 同一顿是精神的 那这跟直线一共什么不一样 一为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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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文字 那其实 那这精神是我自己认为的 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它还蛮关键的 水瓶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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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的话呢 请你看到抛车的运动 前面 你看到 在这边 第一小节的自由落体 跟第二小节的牵直向上 上包 这两个是跟前面的 前面都是一样的 对 它是有抛车的 它是有抛车的 没有 我说其他的另外抛车 应该还不一样 第一心抛车 你力跟那个 你移动方向的关系 对 要讲清楚一点 第一心 你力跟你的 移动方向的夹角 会造成 会 会改变你的 对 对 对 像你水瓶 运动的时候 你都是 整住 对 整住一同一 因为它跟 它跟这个 地心 你力是垂直的 嗯哼 所以 所以它就没有 就是 它会 被扣 被扣掉 就是它的 它又 它会 呃 内肌之后吗 内肌 对啊 跟内肌 跟内肌没有关系 对 我本来说 跟内肌 反正 就是 它会 它会 呃 力量 爪 就是 它会 跟 它的 比较方向的关系 好 其实 那个棍有大致上讲的差不多啦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把运动 切开成 XY头的方向来看的话 你 Y方向的运动 这个速度 Y方向的运动 这个速度运动 大小 不会受 X方向的加速度影响 不会 懂 懂 意思吗 它是垂直的 我这个速度大小 不会受 这方向的加速度 加速度大小来改变 不会 好 吹直方向不会 没有 我们讲说 这个物体在运动 这个物体在运动 我不管跟它同方向的 这边的加速度 是给它减速嘛 假如我拔冰冲 我这边的加速度 是给它减速 我这边的加速 可是我这个方向的加速 会怎样 我这个方向的加速 垂直方向的加速 会怎样 那会不会改变这个速度 不会 不会 不会改变大小 不会改变这个方向的速度大小 懂的意思吗 我认为这样的关键 你只要是在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会影响原来方向的速度大小 OK 这是一个 我认为非常的关键点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 平面运动的时候 假设 假设 假设我现在抛这一个东西 我的速度出来了 我速度出来了 我可以先把线开成 B Y X 可以 因为这是向量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两个向量的合向量 对 我可以把这个线拆开成两个分音向量 这没问题吧 好 那这个东西开始运动 因为它有速度 所以它一直往边运动 对不对 对 它跑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啊 这个速度大小会受什么影响 会受什么改变 会受什么改变 会受定点黑 就变大变小 变小 变小 所以它是下一个瞬间 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的VY 可能变小 VX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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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VX是这么大 剃变小 所以它们合速度呢 出现在变小 你可以看到速度在改变喔 合速度在改变喔 到下一个瞬间 大的VY你在变小 又变小了 VX会改变 然后呢VX会改变 VX会改变 所以它的核數又變了 有沒有感覺 有感覺 所以假設你看 我這樣斜花的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在空間中的路徑會什麼路徑 什麼路徑 是不是越來越低 那你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是有什麼感覺 因為你的VX會 VY是不是到後面某個地方變成你 那我也是VY是越來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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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有感覺是 這個是一個這樣的曲線 那空間中的運動變成這樣一個方式 運動 2 同不同意 OK 所以這是二回的運動 平面運動最大的增結點在於 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會改變你原來速度的方向 速度 你垂直方向的速度 會 對不起 你這個方向的速度 不會受各方面的降速的影響 喔 喔 喔 永遠都是VY 你用的是VX 用的是VX OK 好 我們再加速 再加速 9 多元 3 4 7 9 4 5 10 12